家長,如果你們有關於小朋友的復課問題 也可以留言當聊天 趁這個時間還沒開始之前 讓我發給大家看家長問的問題 有家長剛剛留言 問為什麼這麼久不開Live Mis Wu不是很懶惰 Mis Wu很勤奮 不過呢 因為經歷這個開課 又突然間決定復課 所以其實學校的團隊都 辛苦了這麼多位老師想借這個機會 我真的想很感謝 各位教育界的老師 真的辛苦你們 我覺得突然間由網課 轉做實體課 其實不要看轉變 好像很簡單而已 其實老師的準備功夫是很多的 還有很多時候老師都不是說 一兩個禮拜準備下個禮拜的東西 所以其實當一轉實體課 其實整個月的東西要重做 所以辛苦了一班 所有做教育界的同事 我就很欣賞他們 是很辛苦的 有些會做到哭 但是也 我覺得默默耕耘 那種精神很值得大家敬佩 而且小朋友回來的時候 都是一念笑容 真的很感謝他們 我覺得少兩分愛心 也未必做得到 好 而且剛剛這幾個星期 所以 Mr.Wu收到很多自己的學生 問一些報小學 拍片 填方 自行派位 排名 數據 的分析等等 所以 剛剛那幾個星期 真的相當忙 本來Mr.Wu答應了大家 做一個Facebook Live 說一下 書 也做不到 那 唯有 接下來 再努力點抽時間 好 讓我擺放兩條問題 一會兒準備 先說 先 如果家長這段時間 你收到有關於 復課 小朋友的問題 都可以分享一下 都是聊聊天 今天Mr.Wu都沒有準備 拋棚 不過帶了 一個很好的幫手過來 因為 很好的幫手 一會兒跟大家分享 她是誰 各位爸爸媽媽 你們辛苦嗎? 小朋友復課了嗎? 應該有一半已經復課了 可不可以留言 看看小朋友多大 你們復課了嗎? 小朋友 小朋友上學 有沒有一些情緒 怎樣呢? 應該媽媽爸爸很開心 是不是? 其實我普遍都聽到 爸爸媽媽比較開心 有沒有爸爸媽媽 小朋友復課 不是那麼開心 應該沒有 哈哈哈哈 除了接送那一刻 要想一下之外 接送完之後 也不用再想 對吧? 應該也是很開心 啊!Winnie啊! 五歲啊! 小一面屎啊! Asta啊! 也是小一面屎啊! 我真的想起來 我想起都 我想我剛剛那個 我想 應該由剛剛過往 一個月之內 我想我拍了最少是 我想我拍了最少十段片 是關於小一面屎 救恩啊 姓Steven啊 聖心啊 聖心啊 Mis Wu 那條問題 究竟想問什麼 Mis Wu 拍片應該怎麼拍 其實呢 我剛剛那個月 我想說 拍片也不算拍得多 看片看得多 因為一個小朋友 可能平均 剛剛過往那個月 已經 有些小朋友已經拍了四五段片 因為有些 一間學校已經拍三段 最少拍了四五段 多的已經拍了六七段 然後 就 數一下有幾多個小朋友 所以Mis Wu 其實已經看了很多片 剛剛那個月 看片更努力 拍片 所以說錯了 比起 拍片 Mis Wu也不太努力 小朋友更努力 因為小朋友 和Mis Wu拍的片 其實差不多了 辛苦了 各位爸爸媽媽 有沒有爸爸媽媽請人拍片 哎呀 Rica 你的小朋友K2 應該快要復課了 是不是 下個星期 接下來星期復課了 好 我們開始 我開始回答了 家長的問題 九點 那 是一位幼稚園老師來的 遇到兩歲的小朋友 每次音樂課播音樂的時候 都會失控尖叫 然後 自己跟自己說 不用的 不用的 而每一天去到樓上 聽到裝修的聲音 都反應更加強烈會大哭 想問一下為什麼 是什麼原因 我不知道 有沒有家長 你們的小朋友 有類似的情況 其實 如果Mis Wu 沒有猜錯 因為不太認識 就這樣看 這位老師 就這樣看 什麼老師說 就 未必很全面 但我就這樣看 其實Mis Wu 也有個 如果有看過之前分享的家長 你們都知道 其實Mis Wu之前也有個學生 是這樣的 就是屬於一些高敏型的小朋友 高敏型的小朋友 其實對所有的聲音都很敏感 我曾經有一個小朋友 我印象深刻 就是她是兩至三歲的小朋友 我不知道有沒有家長的小朋友 很喜歡巴士和小車子 我這個小朋友很喜歡巴士和小車子 她是 那時候兩三歲 在家裡外面有輛車 經過她也會自己說 23號B 13號A 舉個例子 她已經說出 外面的聲音是哪一架巴士 還是哪一架小車子 所以當時很厲害 我上次也說過 我剛剛有一個畢業的K3女孩 她是對雷聲很敏感的 但Mis Wu 剛剛早幾個星期 見了一個來近PN開學的學生 因為每一個開學的學生 我都會見一次的家庭 這個學生準備了9月開學 所以我就在8月見她 這個小朋友是很有趣的 因為我們剛好見面的班房 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些冷氣的聲音 突然間會大聲 突然間小聲 突然間大聲 突然間小聲 她也會突然間很大的反應 然後定了 你看到這班小朋友的聽覺是很敏銳的 有時候我們未必聽到的聲音 她也有機會聽到 她聽完之後 其實我們覺得很小 不影響我們 但她可能覺得聲音很大 所以她會很害怕 所以其實高敏型的小孩子 一般來說 我的經驗 未必單單是耳朵很敏感的 可能有時候 皮膚、吃東西都很容易起敏感 有機會很容易出濕疹 鼻敏感 吃錯東西會出疹 有機會在多方面敏感 那這班小朋友 反而做過做法 一般來說 這班小朋友 我自己的經驗很早很熟 很多都很懂事 所以我多數都會嘗試 用科學一點的方法 當你大人這樣溝通 就是 因為這個小朋友 這個升PN的小朋友 剛剛準備兩歲 其實她也是這樣拍的 她就跟自己說 不用怕 但是有時候 你跟這班小朋友說 不用怕 其實不是那麼幫到手 因為其實你不停跟她說 不用怕 她事實上真的害怕 所以其實最實際的那件事 可能是 告訴她為什麼有個聲音 所以當時 我也是純粹 跟小朋友 不要只顧著自己聊天 跟小朋友交代一下 我知道 你聽到有聲音 Mr.Wu都聽到 其實是冷氣聲音 因為每一次 她的冷氣會一開一關 一度的溫度 夠冷了 然後她又會關掉 然後不夠冷 很熱很熱 然後她又會關掉 所以那些是冷氣一開一關的聲音 但是 然後玩了一會 她又怕了 然後我這次就聽到 樓上應該是很高度 沖水的聲音 因為我們學校在 兩層 在一個新的大廈的地下 應該聽一下沖水的聲音 或者有人沖涼的聲音 噢!有水聲 是不是 因為樓上應該住了一個叔叔 他沖涼 所以有水 所以 如果你的小朋友 因為這樣很容易哭 其實可以用科學一點的方法 解答給她 究竟上面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那個人要這樣做 如果她在裝修 原來在幫我們做一個 更漂亮的班房 做完就會很漂亮 所以我安排一下 燈在這裡 擺一個 可能有一個更漂亮的顏色的牆 或者我幫你轉一些東西 掛一個勾 掛一個公仔 你解釋了給她聽 讓她每次聽到這個聲音 都不會只有一個害怕 因為無限想像是很害怕的 但是科學化來解釋給她 她就馬上想起 噢!聽到水聲 有一個叔叔在洗澡 那叔叔在洗澡 那叔叔在洗澡 不是那麼害怕嗎 那就不會那麼害怕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好的方法 至於語言辭換方面 首先呢 其實呢 其實呢 我看回呢 你小朋友其實不是很大 因為其實她26個月而已 那如果你有看到我之前那個直播呢 就是 Sharon媽媽 如果你有看到我之前那個直播呢 我也有提過 其實如果當你的小朋友 兩歲的時候呢 就是 可能身邊的人跟你說 他可能有機會有 語言潛溫 你都可以留意一下 那個小朋友的性格是怎樣 會不會他本身 本身是比較內向型的小孩子 會比較少說話 那可能如果你內向型呢 其實要先加強他說話的動機 那那個聆聽者就很重要 那又或者 如果是 譬如舉個例子 你的小朋友如果是 你會發覺他原來是真的很想說 但是說不到呢 那真的言語自來是會幫到他們的 那至於 你可能想那件事情 我26個月做 speech therapy 會不會太早呢 我又覺得不會的 因為我自己 就是小朋友也 有經歷過類似的階段 那有很多學生 你之前聽我分享過 都是 就是 你會發覺兩歲去做這件事 是很重要的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覺得動機很重要 剛才說過 你要有人聽他 他才會 有說的動機 第二件事就是 為什麼他要說 是不是有些事情想得到呢 那如果你完全 言語外溝通的嘛 沒有事情想得到 沒有事情想跟你說 其實就不需要用到說話 那所以就 當然啦 言語分尿是其中一種 我想家人 平時照顧他那個 就更加重要 就是去到這些環境呢 我就不會太介意 去小朋友講他什麼語言 反而就看看照顧他誰 廣東話就廣東話 英文就英文 普通話就普通話 其實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的小朋友 是 有事情想和 就是 每天照顧他的 那個 我們叫做 是願意和他溝通 令到小朋友想和他溝通 讓他在日常生活裡 累積多些感染的時間 就不是單單靠言語治療 那如果你們是 去到言語治療的時候 都會 最好留意一下 一般來說 以梅夫的經驗 如果26個月左右 如果你做三個月 應該在針對的範疇 應該有明顯的進步 但如果你發覺 我就算針對了這件事 都沒有明顯進步 我三個月 那當然有些家長就說 好像中藥一樣 其實是人甲人緣的 或者是人甲人緣的 或者是人甲人緣的 那我就建議 你可以轉一下 不同的方法 甚至轉一下 醫療師 這樣 那你們可以去想一下 這些方法 我自己那時候 選給我自己的學生 就選了一個 他很喜歡的老師 因為我喜歡的 因為我會想和他 多說一些 那由於那個老師 只是說英文的 所以我們是做了 英文的醫療 那這個你可以當參考一下 那 好了 現在我們就 十分鐘 我們就嘗試一下 解答一下 家長言文之後 我們就說個復課 其實我們K3的小朋友 已經復課了三天了 3日 我不知道家長你們的感覺如何 梅夫感受深一點 因為跟他們對的時間長 那首先 第一個 跟大家分享一下幾個個案 第一個個案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的小朋友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小朋友 就 回到學校 自然有功課要教 小小都有吧 都停放了一段時間 那總有一些 有些事情要教 那 我這個小朋友 一說要教 就已經 去了桌底 為什麼去了桌底呢 原來已經在哭 那其實 因為 你們都知道 其實我們是一間 international kindergarten 那就不會因為 小朋友沒有交功課 而去 很大反應 那 但是 當小朋友哭的時候 其實就很想了解 為什麼 我想 是因為 我覺得 跟小朋友的感情建立 不只是 應該建立在一些 順風順水的事情身上 應該 有時候 大家一起走過高低 才有更深厚的感情 但是 因為始終 那一刻發生得很突然 那 其實就 就是 沒有一個時間 馬上去 跟小朋友溝通一下 但是 所以呢 我想帶出一件事 就是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因為 家校的合作 就很重要 那為什麼我說 家校的合作 是很重要呢 就是 因為這個小朋友 爸爸媽媽 是雙職家長 我想我有說過很多次 就是 Miss Wu的 Miss Wu的 學校 我們是80% 雙職家長 那 爸爸媽媽 是很忙的 那 一生學年 轉了 新的老師 其實你可以想像到的東西 就是 你新的那班 其實不是真的 那麼認識你的小朋友 所以 有時候 我自己覺得 有時候 可能有些事情做得好 做得不好 都要體諒一下老師 因為 可能我很想體諒你 但是我不懂得體諒你 因為我不知道你們的家庭 環境是怎樣 那個狀況是怎樣 那 那 我這個小朋友 其實早在 三四月的時候 我記得 其實 他爸爸媽媽 其實跟你分享 那個情況 就是 因為平時是雙職家長 主力照的那個是媽媽 但是因為媽媽有些事 其實進了醫院一段 都很長的時間 照顧不了小朋友 所以其實 是交不了功課 是正常的 因為 不是每件事都是 小朋友這個年紀 都可以獨自處理 還有 爸爸媽媽 其實是很用心的一個家長 由於他知道自己 找不到小朋友 又沒有人陪他做功課 其實他就把小朋友 傳送到很多不同的中心中 學一下巴雷 畫一下畫 這樣 就讓有不同的老師 陪著他 不會沒有人看著 這樣 其實這個方法是 我可以很理解 還有爸爸媽媽 已經很用心 但是沒有辦法 你發送到別人的教育中心 可能在做別人的事 未必在做學校的事 那 那 可能 沒有辦法 交不了功課 但是這麼小的小孩子 當下他未必懂得表達 他就想起來就覺得 很可憐 為什麼每個小朋友都有得交 我沒有得交 想起來就越想越傷心 我就哭了 所以其實 昨天發生了這件事 那今早回去 終於有時間了 就一些單對單 聊聊天的時間 因為平時你班裡面 其實我想說 這些小朋友 未必想你特別叫他出來 他可能更加害怕 我已經沒有功課 現在要叫我出來做什麼 那 那其實 我們今早 早了回來 這個小朋友 就跟她聊聊天 其實就想趁個機會跟家長分享一下 如果你的小朋友 你發覺她不開心 第一件事 記住千萬不要跟她說 不用怕 不要不開心 不好什麼 這些都是幫不了的 你想想有時切身處地想想 我明明都很害怕 我明明都已經不開心 那你叫我不開心 不要不開心 其實沒什麼 就是幫不了我的 你叫我不開心我真的很不開心 所以當時 今天梅雨和小朋友聊天的時候 我明白你昨天很不開心 因為沒有功課交 每個小朋友都有 是不是很害怕 可能有些不開心 然後我就問她 如果你有功課交 你覺得梅雨是否疼愛你 然後她就說 疼愛 如果你沒有功課交 你覺得梅雨還疼愛你 然後她就不疼愛你 這就是重點 第一件事 要讓小朋友知道 其實就算你沒有功課交 雖然梅雨可能會覺得有點失望 但梅雨也會很疼愛你 因為你是我的寶貝女 第一件事 其實就算小朋友做得不好 都不會因為這種事 失去你對她的愛 這樣才是沒有條件的愛 不然就有條件的愛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是 我明白你很不開心 不過 你做不完功課 梅雨也會很愛你 我明白為什麼 因為平時 爸爸慢慢做有忙 未必有時間陪你一起做 是不是 那梅雨不會因為這樣 而不愛你的 梅雨也會愛你 不過可能梅雨也會有點不開心 為什麼不開心呢 不是因為你做不完功課 我們有時候的情緒表達要很針對性 你才能幫到小朋友進步 所以我也有跟她分享 梅雨可能有一點點失望 失望的事不是因為你做不完功課 失望的事可能是 你不開心 應該要告訴我們 告訴你老師 為什麼你做不完功課 可能因為我不懂自己做 我不懂自己做 又或者 你不懂自己做 但是你下次都可以試一下 做錯不要緊的 但是因為你試過了 梅雨也會很欣賞你的 所以可能試一下 或者做少少你懂的 或者一些圈的 可以圈一下 穿錯了不要緊 那梅雨也會很欣賞你 因為你有試過 就說清楚 有些什麼 你失望 失望不是因為她做不完功課 而是因為你沒有分享給我們 為什麼你不開心 其實要說出來 大過了 不開心的事就要說出來 第二件事就是 原來你的困難是沒有人陪你做 下次應該也試一下 你試一下就已經很開心了 所以要釐清小朋友的情緒 因為今年K3 其實大過了 所以我覺得大過的小朋友 不可以一尾罵 但也不可以只是疼 和安慰 因為這樣幫不了我們小朋友進步 所以疼就一定了 但是每一次都要想一個方法 令某些位置進步 可能進步不是交功課 下次有不開心要說出來 下次不會做一件事 都要嘗試一下 就可能是這樣 給一些很簡單的目標去 兩個就夠了 那你輸下次會很開心 這樣 最重要的是 現在又要保持距離 所以我們 都要恰一下 Virtual恰一下都要恰一下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今年整體上 我普遍遇到另一個情況 就是 另外 小朋友很狂 我不知道你們的小朋友 有沒有家長跟你分享這個問題 什麼叫很狂 就是 可能太久沒有上學了 回到去就很健談 很心急 很多話說 你問A他答B 你講A他講D 然後我講C他講Z 很難繼續 不如我們讀一下這個字好嗎 不如我們玩那個 不如我們讀一下這個字好嗎 不如我們玩那個 不如我們讀一下這個字好嗎 不如我們讀一下這個字好嗎 不如玩那個 那我又想講一下 其實就 因為小朋友困在一個地方太久 有時候我又想問一下家長 當你的小朋友在家裡 你又在家裡的時候 你有多少時間一天 有多少時間 大家想一下 夠不夠膽留個言 分享一下 每一天 如果你是 那天是放假 和小朋友相處 有多少時間 真的專心和他 陪他玩的 玩他一些他想玩的東西 不是玩我們想玩的東西 那其實就 其實 可能 Parenting 玉兒 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都不是做得很好 我自己都覺得 我自己不停地學習著 這件事我其中一件 最近思考的事情 其實原來我們 就算有時候 有時間陪小朋友 但是我發現自己反思一下 就是 全心全意 陪小朋友 玩他想玩的東西 原來 那個時間都不是很多 因為可能有時候 我們未必很享受他的遊戲 又未必很懂得玩他的遊戲 那 有時候 我們可能覺得 已經陪了你溫習 做了學校 應付了學校的事情 沒什麼時間和你相處 看到我們這群小朋友 很缺乏 有同輩跟他們 真心交流 很享受跟他們交流 不是假裝跟他們交流 假裝享受 那種的時間 和經驗 所以這群小朋友 就顯示得 很著弱 上學 不斷抓住人 跟他聊天 不斷抓住人 跟他玩 可能別人也不想跟你玩 你也被人抓住了跟他玩 那就開始 有很多這些 我們叫做 conflict 誤會 他拔著我 老師 他扯著我 他捉著我 他捉著我 你看到有很多這些 社交的 演變成一些 好像疑似社交問題 但其實Miswool正年 我覺得是 很開心的事情 我想說 因為當人長時間 沒有人跟他們聊天 其實會處於一個 很懶的狀態 那就不說 越來越說少了 或者越來越不學求跟別人 社交 或者越來越自我 所以 其實有一群小朋友 是很想跟別人交流 Miswool 都覺得見到是很開心的 我比較正面 看這件事 當然 有一個在投訴 所以 其實 難得回學 我覺得 放多點時間 了解一下小朋友 社交狀況 認識不認識到朋友 可不可以跟小朋友 有更多的交流 那些事情 我覺得是很好的 因為其實 有時候 上學的目的 其中一件事 就是學社交 學怎樣跟別人玩 我覺得 這件事 又可以正面一點 這樣想 那 那 我就看這件事 比較看得正確的 當然 不可以只有你說 沒有人說 又不可以只有你說 我又教不了課 那不行 那 但 但 頭幾天 看到是這樣 其實心裏面 是有點開心的 但不要太過份 就OK了 我覺得 那 第三件事 和第四、第五件事 我覺得家長要留意一下 那 什麼意思呢 就是第三件事 就是Tandrum 我發覺 看到有部分小朋友 很容易悶症 什麼很容易悶症 因為 我想 我想香港 先說過 好像我們學校那樣 其實雙職家長比較多 所以其實很多家庭裏面 其實都有請姐姐的 你看到 姐姐臭 很疼的媽媽臭 都會有這個情況 就是小朋友上學很容易悶症 因為平時 那些事不用自己做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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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 那 一 一 開始上學 全部事情都要自己做 那有時候 連書包平時都夠 剛剛 停課之前 一月都叫她揹到 現在 反而 K3才揹不到書包 猛症 很重啊 揹不到 很重 很生氣啊 那你見到 那些脾氣開始出來 那 我覺得這種 敏鎮 就不是因為 原於小朋友性格差 而是他們 家裡 太多事情 幫他們照顧了 不用自己做 那 也沒有了一些 平常要鍛鍊 還有家裡不需要 揹袋 又少了外出 那有些事情已經少了 也有些事情 家裡沒有機會做 那 變相整體上 他們的治理能力 和獨立能力 是真的弱了的 那 所以這些位置 見到小朋友 悶症 我覺得最重要 不要跟他一起悶症 但是 一定要 立刻 那個位置 要停一停 讓他 不要那個人 那麼生氣 第一件事就是 你做不到一件事 不是發某一個人的脾氣 首先 你做不到一件事 那件事是不是 應該你先做 那件事是應該你做的 因為有些小朋友 習慣了別人做 他是怪隔壁 總之你站在旁邊那個人 不幫我 就是你的錯 搞錯 你站在旁邊也不幫我 那 站在旁邊那個人未必要幫你 這件事是你自己做的 首先 那等他搞清楚這些關係之後 那他就沒有那麼容易 生氣旁邊那個人 首先 你會發覺那些小朋友 不會多了這一部分的脾氣 但是 我明白 不是應該生氣你不幫我 但我也會生氣自己做不到的 那你就跟著 要再跟他說 你做不到呢 其實就是 因為你少了機會 那你也不要生氣自己 不過呢 練習一下 還有不要那麼緊張 給多點時間自己 就是向自己 給多點自信 給多點時間自己 或者定一定 想一想 你應該要怎樣做 才能做到 譬如呢 我今年有個K3回來 唉 我們學校其實要換室內鞋 也換了這麼多年 其實就 一直都很順暢的 因為 停破太久 他們連換了鞋 鞋袋怎樣摺好 怎樣摺好 都忘記了 可能家裡不用摺衣服 他們看著鞋袋 這麼大 怎樣 隨便塞進去 還是怎樣 都要老師 可能那個位置 提一提 不夠的位置 就摺一摺 記不記得怎麼摺 提一提 又記得了 讓他給回 提醒他 有些事情 是怎樣做的 那他就沒有那麼懵惰 那 這個是第一 第二 我又覺得 家長可能 要留意一下 那件事 就是 發呆 我不知道將來 你們接下來的小朋友 復活 會不會有相同的情況 發呆 我發覺 我們 就是 目測 頭兩天 都應該有一半的小朋友 發呆 發呆 就不是一個情緒問題 來的 但是 它呢 就能反映到一個情緒的狀況 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 就是 跟情緒 未必掛勾 以及容易處理 就是 睡眠的作息時間 因為 不是 這樣的模式 起床 有些小朋友習慣了 遲睡 所以 早上 呆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家長 你也不要太介意 這個情況 差不多要兩三個星期 可能才會調適得好 一個星期調適得好 其實 所以 給點時間 還有 我今早 看到的情況 也很有趣 第一天呆 第二天呆 第三天呆 但好頭那半節 之後那半節又呆 其實 你看到沒什麼精神 其實 這個動力 其實要重新 但是 最後的法外 法外二 真的要想想 家長 要 反思一下 後面的情緒 狀況 就是 第二個法外 就是說幾次 小朋友都聽不到 因為我對這班小朋友 印象很深刻 就是一月的時候 Mr. Wu還在教她們 某一個班 那個班 Mr. Wu跟我們玩一個遊戲 其實是因為準備小一面試 小一面試 去聽指令 其實是相當重要的 所以 其實 當我們處理小朋友 復課情緒 都要看看她什麼年紀 就是 本身 其實K3的年紀 一點都不大 其實是五歲的 就是很多小朋友 但是 因為他們 正正要面對面試的情況 其實不可以 也不可以說 太疼太重 因為 這樣會害了她 因為他們 其實從九月初 開始沒有停過 要準備面試 的一些 真的實體面試 或者拍片 或者我們叫做 網上的面試 所以其實 他們那個狀態 要不可以太弱 如果不是 需要佈席之少校的 小朋友就很吃虧 那我們要盡快想一下 怎樣幫他們 進入那個狀態 但是 有一群小朋友 你看到的情況 就是 說一次聽不到 說第二次又聽不到 說第三次都聽不到 為什麼這樣的情況 你就看到 因為在家裡 其實沒有什麼人給他指令 我們這些小朋友 多數是他在家裡 給他指令旁邊的那個 他出指令就多 給人指令的時間 不是很多 所以呢 不習慣了聽指令 那今天呢 其實我有個家長 我看到在社交媒體裡 就說 哎呀DGS 那些面試問題很難 都不知道在找什麼類型的學生 那有一位家長就寫了 是的 他們就是在找那些玩玩具 都要你一聲就聽到 我女兒在玩玩具 都不會理會她 所以應該我女兒也沒有份 這樣 哦 那你就會發覺 其實呢 我們不單止這位家長的女兒 是這樣的 其實你發覺 其實停放完一樓 很多小朋友都是這樣 不習慣聽指令 莫講話 其實你對著她說 她好像聽不到 這樣 不要說她在玩玩玩具 更加聽不到 所以媽媽 這位媽媽呢 你可能覺得很擔憂 其實 Ms. Wu-sang跟你說 很多小朋友都有這樣的情況 都不是你一個人的問題 所以今年不用太擔憂 那你會發覺 在你面前 就算說兩三次都聽不到 那怎麼辦呢 就是 因為 那當然 有家長就問了 會不會你們要求太高 要小朋友一次就聽到 嘖 我覺得 無可否認的 我自己都同意 香港直之私立小學 很多的題目都不是低難度的 所以沒辦法 我覺得盡量 希望幫助小朋友回復的狀態 真的是好事 那 Ms. Wu的感受更加深 因為才提到 我一月的時候 其實有教過這班小朋友 當時 Ms. Wu 我記得 停課之前 其實跟他們玩了一個遊戲 就是 Ms. Wu會特別說得小聲一點 但是你還是聽一次 你就要聽到 因為 Ms. Wu不想你聽到的 因為你聽不到任務 你就輸了 那時候我有很深刻的印象 就是這班小朋友 一班二十幾個小朋友 因為 Ms. Wu的聲音不是很大聲 是很小聲 他們都會聽到 一下就做 那為什麼 停課幾個月回來面目全非 今天我是聽著她的班主任說了三次 一張工作紙 不需要寫名字 不需要寫日期 不需要寫班別 只是在左上角 寫下你的學號就可以了 寫下一個數字 有小朋友 有小朋友 剛剛說了三次之後 舉手問 那我需要寫我的名字嗎 我真的覺得王老師很慘 然後有小朋友就 舉手又說了 我已經寫了腦 已經 就是有一班小朋友 你看到 啊 聽不到啊 不知道媽媽有沒有這個感覺 好像 說了幾次都好像聽不到 我覺得這個 時刻 警惕著 是一個態度 和一個遊戲 當然啦 人不可以二十四小時都很警惕 所以呢 我建議 爸爸媽媽可以在家 尤其是今年考面試的小朋友 你們可以當一個遊戲 玩 就是某一些時間 當媽媽 好像先生說 一有先生說 在前面 你就要聽的了 變相 他可以 我叫做收放自語 我經常都跟我的家長分享 就是其實Mis Wu 不是在找一些很乖的小朋友 也不是特別想訓練一個很乖的小朋友出來 因為太聽話的小朋友 都不見得很聰明 是不是 在這個時代裡面 我們最重要是懂得變通 那你想小朋友變通 他一定是 就是critical thinking 一定不是你說 轉左就轉右就轉右 但是 懂得變通 我們說轉數快的小朋友 不需要很乖 但是你也要有收放自語這個能力 我想聽的時候我聽到 不是我想聽的時候我控制不到自己 所以那個收放自語的能力 可能是 分享一下 其實是要訓練出來的 但是一個switch on和switch off的功能 他們要自己懂得調教 有些家長當然希望小朋友24小時 都是很聰明的 24小時都是很聆聽很敏銳的 但是Mis Wu又想和你分享 我上班也做不到24小時很鎮定 所以 那天 女兒跟我說 叫我媽媽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耳朵 因為Mis Wu 是不會彈Double Bass 不會拉Double Bass 她說了兩次 我都記不到哪句D-String 哪句A-String 因為Mis Wu只是拉VoLin 如果有少少玩樂器的家長 你都會知道 VoLin的String 和Double Bass的String 是不同的 她說了兩次 我都記不到 我年紀大了 女兒就說 你可不可以用你的耳朵嗎 你看到我們大人也未必可以 所以其實她有一個 SWITCH ON和SWITCH OFF的功能 怎樣訓練到小朋友 可以在需要的時候 SWITCH ON 就已經足夠了 我覺得 不需要24小時都SWITCH ON 有時候可以休息一下 但是這件事 想和家長分享一下 沒有辦法 這個是需要的技能 所以要教育小朋友 我不覺得 這件事 學校要求很高 還有有時候 聽別人說話 是一個很 fundamental的尊重 基本的禮貌 基本的尊重 我覺得是需要的 即使沒有面試 我覺得也是需要的 是一件好的事情 還有 Mis Wu經常常分享 我覺得這個技能 最後得益不是我 其實最後得益是 我經常跟小朋友 為什麼Mis Wu想你這樣做 其實因為最後得益是你 你有一個選擇的能力 去聽或者不聽 但是你聽了先 你再自己選擇 最後得益是你 所以我也是這樣 跟小朋友分享 不過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所以下星期一 唯有再見 但今天 Mis Wu也很想介紹她 最近Mis Wu 跟小朋友一起做的 我女兒說 她說她是 Be Little Porn 她說 Be Little Bunny 她說她叫 Be Little Bunny 她就說 她就說 這一個是一個 其實為什麼會做了一個Bunny 給她呢 因為她準備服課 我已經預算了 服課總會遇到 小朋友每一天 其實正常來說 人應該遇到開心和不開心 我遇到她 有機會遇到一些 她覺得不開心的事情 在家長眼裡 覺得開心還是不開心 就不知道 比如舉個例子 我有些媽媽 如果老師上網課 想Zoom的時候 不叫她的小朋友 答問題 她就很不開心 但可能小朋友 不太想老師 叫她答問題 所以叫到她的時候 可能小朋友 很不開心 媽媽很開心 反而我作為一個媽媽 我很想知道 小朋友 在她的世界裡 有什麼她覺得開心 有什麼她覺得不開心 我就跟她做了這個Bunny 反而我想分享一下 我的小朋友 不太大 但是 這個Bunny其實很好 因為她的針很安全 而且她的孔孔位 整理給小朋友 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都可以整理 很容易整理 那她整理完之後 她是一個情緒的Bunny 那我就會 通過這個Bunny 其實我發現 就是Bonus 其實本來想給她一些支持 就是通過這個Bunny 之後就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她連帶有一個Carrot送的 那套Bunny 我就說 那個Bunny可能有時候會開心 有時候會不開心 那我說如果 本來我想在牌上寫 Happy或者不Happy 那你可以告訴我 今天的Bunny Happy和不Happy 因為有時候我想說小朋友 你要拒絕 有些小朋友是很抱歉的 很願意分享感受給你聽的 但有些小朋友不是 其實她未必很願意分享 我不知道有沒有家長 有個相同的經歷 就是當小朋友小時候 啊 很苦惱 每天放去 我學問她做了什麼 她都不會說的 今天開不開心 我很開心 然後沒有了 然後 問她做了什麼 我永遠都回答同一件事 我也不知道她每天都在玩玩玩具 還是 沒有三個小時都在玩玩玩具 永遠都是玩玩玩具 所以 問她有沒有跟同學一起玩 沒有 同學名字也不知道 做了什麼也不知道 開心也不知道 因為我不太知道 每次都回答開心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很開心 所以 現在大了 就很想了解多一點 發覺原來有一件事很好 就是小朋友可能未必說她自己的心情 但她可能很願意說一些其他物件的心情 那 所以其實 如果你問不到 你的小朋友的心情 有些小朋友很肯說 如果你發覺你的小朋友很不肯說 你可以試一下 那我都會問她 你覺得Bunny今天開不開心 你覺得她今天開心一點 還是昨天開心一點 如果說昨天開心一點 我大概都猜到可能她 可能她今天不是那麼開心 然後 我有一天也試過問她 開心的時候可能開心 我們說不如畫兩個牌 不開心的時候我們畫不開心 那我有一件事 真的挺特別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看看我女兒畫了什麼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明白 希望你們看得明白 我不知道 沒有掌問答遊戲 大家看不看到這個公仔是什麼 沒有掌問答遊戲 看不到 其實我本身想叫她寫unhappy 不知道有沒有家長看得明白 上面是什麼 因為我們有一個 其實已經寫了happy 另外一個其實想她寫 不happy 但是 但是 女兒拿著筆之後 寫了一樣這樣的東西 不知道家長看不看得明白 知不知道這件事是什麼 應該沒有人看得明白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看的時候 都看不到是什麼 看到很多圈 哇 果然是幼稚園的老師 果然是專業的幼兒工作者 我們給點掌聲 我們的美美老師 太強勁了 我呢 其實一開始看 我以為說family 這麼多圈 那樣 原來呢 女兒說不是 她說呢 如果 她說 她說開心就說開心 她說因為這個是carot 她說如果呢 如果她說她不開心的話 不如我們配她一些love 這樣 所以她就寫了love 她說 不如我們把love 變成一個心 然後呢 給一些花花 她 看見到花在這裡 不太像 還有呢 她說 我們再給兩個笑 她 她就會感覺更好 那 因為這個是carot 我們就再配給她 那當時其實 我發現了一件事 就是 原來我的小朋友 當她不開心的時候 是想要多些love 她想要一個花 就是她看到開心的東西 還有想要多些happy 多些笑 可能 原來我們小朋友 有時候需要的東西 這麼簡單 那所以 我覺得這些的 今天純粹想和大家另外分享 那件事就是 當你如果小朋友復課的時候 或者如果你們小朋友K3 接下來很多面試 有心情的上落的話 那我建議大家 你們可以試一下 用這些比較剪絕 即是一些 indirect的 一些比較沒有那麼直接 簡潔一點的方法 去了解一下小朋友的心情 還有了解一下 當那個心情的時候 她需要些什麼 可能她會通過這些活動 告訴你 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挺好的方法 那 其實呢 因為這個bonus的發現 很開心 然後呢 我就 其實我都 我之後都會有一個分享 就是我們做這個公仔的過程 那 如果家長你們有興趣 你看到這個是女生的版本 其實她有很多款 其實有很多款 因為後來結束之後 我也有多謝設計她那個 設計她那個 設計這個公仔 那個 那個創作人 那 我說多謝她創作了這個作品出來 我覺得她也很幫助我 跟小朋友的感情 的建立 那她也很好 那 她就 如果我們的小朋友 接下來你們需要的話 因為她有很多款 其實有男生款 有女生款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 可以之後看 如果你們有興趣 你們可以看看 想問一下家長 你們有沒有關於復課的問題 想問 因為一半還沒有復課 所以你們應該沒有問題 我們今天純粹聊聊天 可能家長遇到多些 考小一的問題 應該 Chloe 還是Ryan 不知道是Chloe媽媽還是Ryan爸爸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之後 Mr.Wu會寫一篇文章 關於情緒的 公仔 之後 你們有興趣可以看看 那 說到這個 家長有沒有關於小朋友 最近情緒的問題 分享 我猜三天你們應該 可能未知道 小一的班應該知道 因為拍片 應該拍到很生氣 已經 是不是 因為我有小朋友已經拍到 哭 哎呀 好慘 所以我說 唉 我覺得去到太不開心 就不值得了 因為 就是 在什麼時間 都是小孩子的感情 其實都很重要 但是都是那句 當你們小朋友 譬如家裡遇到特別的情況 小朋友遇到特別的困難 我覺得最重要都是加校合作 最重要是 盡快通知你們的學校 通知你們的老師 讓他們知道 他們有這樣的情況 他們才會懂得了解 才會懂得體諒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 好 那如果 我想家長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下個 不知道下個星期 開不開到Live 因為小一面試繼續 看看Mr.Wu的學生遇到多不多問題 那好吧 我就跟你們說拜拜 拜拜